有孩子的要带着孩子工作 没孩子的就免不了要被催婚和催生了 虽然张哲瀚年纪还小 但家里人却都着急的要给他介绍对象 再加上好友傅星博和影儿进展神速 已经成功仅神爹妈 所以张哲瀚自己也觉得压力有点大哦 我觉得介绍随缘吧这种东西 我觉得是他们也是 我觉得是时候到了缘分到了 自然就会很好在一起 那爸爸会急吗 爸爸不急 妈妈急 妈妈特别急 妈妈从我感觉还没有入这行的时候就开始急 对 因为我妈年纪比较大 所以她就是希望我有个孩子 我自己也很喜欢小孩 但是没办法 这个东西得看缘分 虽然对象是还没有 但可以先把条件讲清楚 以后好找嘛 张哲瀚在采访时就说了 自己喜欢化淡妆的 或者化了妆和素颜差别不大的女生 其实就是要长得好看的嘛 没想到张哲瀚也是个严控哦 我觉得看每个人的气质和喜好吧 我是相对偏大喜欢裸妆一点 就是说比较淡妆一点 然后素颜和化妆不会差很多 是严控无可厚非 毕竟哲瀚自己长得也是端端正正的 再加上她自爆平时很臭美 出门要花大把时间在穿搭上 那肯定是要找一个跟自己很搭的女朋友咯 就可能就今天真的是用心打扮了 以后我就会 可能看看镜子里头发哪里 或者好像没有很完美 就会一直照 然后衣服怎么样穿在身上会搭配完美 就是出门前会很麻烦 会就是比如说搭配一套新的服装 你会就是说 这个裤子可能还没有达到最完美的效果 这衣服还不够不够帅气 就是会弄很久 这时候我爸就会很烦 他就说哎呀 快点啊 就催你出门 就会很磨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 上海报道